嗨 我是姐夫 大家好 外面好冷 你準備好了嗎 在這冷冷的冬天 最適合為自己和家人 準備一碗熱騰騰的濃湯 姐夫再用上一次分享的蔬菜高湯 做一個素食的奶油南瓜濃湯 照顧家中的長輩 小朋友還有自己 陪伴全家人度過這冷冷的冬天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有 南瓜 一顆 大約一公斤 洋蔥 一顆 大約兩百公克 紅蘿蔔 兩百公克 地瓜 兩百公克 蒜頭 二十公克 胡椰奶油 一百公克 白酒 兩大匙 姐夫排 蔬菜高湯 三大杯 全子牛奶 一杯 鹽和胡椒調味 荷蘭芹 鮮奶油 特級橄欖油 待會兒又來裝飾 洋蔥切絲 蒜頭切碎 胡蘿蔔切片 南瓜 去皮 去皮 去紙 切片 南瓜 去皮 去紙 切片 南瓜 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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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熱一個平底鍋 加入洋蔥絲 炒一下 加入奶油 加入奶油 炒至融化 加入胡蘿蔔片 炒一下 加入胡蘿蔔片 炒一下 加入蒜頭碎 先去炒 加入白酒 煮約一分鐘 加入地瓜片 加入南瓜片 擠壺排 蔬菜高湯 蓋起來 煮至沸騰 關小火 保持沸騰 煮三十分鐘 檢查一下胡蘿蔔和地瓜 煮爛了沒 用手持攪拌機 打成泥 要小心噴溅喔 用西餐的廚師帽 過濾器 過濾 姐夫介紹一下西餐的廚師帽 過濾器 這是西餐常用的過濾器 因為外形尖尖的 所以俐稱廚師帽 這種過濾器常見於西餐廚房 也有粗孔和細孔 姐夫覺得這種設計 是很偉大的發明 它讓過濾 節省了很多的力氣和時間 這種過濾器通常會搭配西餐的湯匙 和較深的鍋子 像這種湯匙 利用湯匙的弧度挤壓 可以加速過濾的時間與效率 較深的鍋子或容器 類似這種 跨著可以節省許多力氣 如果你經常會用到過濾 姐夫建議可以被衣組在家裡 應該沒有很貴 在專門賣廚房設備的店 應該都找得到 像是台北環河南路 京州街一帶都會有 好了 不浪費 姐夫是趕苦人 比較缺 用橡皮刮刀刮乾淨 有沒有很乾淨啊 再放回爐子上面煮滾 可以再用姐夫排蔬菜高湯 和牛奶調整你喜歡的濃度 調味一下 加點鮮奶油 增加點奶香 姐夫示範專業廚師 再檢查濃度的方法 用一根湯匙 像這樣 看湯或醬汁 有沒有包覆在湯匙上面 同時一點點 哇 完美 可以上桌囉 用鮮奶油畫盤 連上一點特級感奶油 還有食用花 荷蘭芹切碎裝飾 奶油南瓜湯就完成囉 南瓜湯除了健康 營養好喝之外 也非常適合 在家裡與親子同樂喔 小朋友會很喜歡 在南瓜湯上面畫畫喔 待會就去買材料 這個週末 就跟著姐夫一起做做看喔 喜歡姐夫的影片 歡迎加入姐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留言給姐夫 要記得訂閱姐夫的頻道 還有幫姐夫按讚和分享喔 姐夫感謝你們的支持 也要記得點按小鈴鐺 開啟通知 才不會做過姐夫的更新喔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姐夫食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